每年 fifty send огнет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起翻开神经来读神的话语 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一到十一节 马太福音五章第一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基底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安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主 即可牧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宝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亲戚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此人和牧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应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辱 让你们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回败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识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江牧师来问我们正道 正道的听牧师成为有福的人 弟兄姐妹平安 在我们预备要进入迎接 复活节 进入这个受难节的时候呢 我们要来思想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是耶稣正式无事的一个演说 就像每个元首要就任之前呢 都有个重要演说一样 耶稣其实的话都多 我们看耶稣在听十字架呢 只讲了七句话 可是难得在圣经当中呢 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 一口气呢 在山上说了 则登山宝序 耶稣多次说了 凡有个人就应当听 而是开门见山呢 耶稣的不啰嗦 讲到八个有福气的人 因为神正在呼召一群 按着天国价值观生活的子民 我们一同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我们向祢献上感恩 主啊 求祢预备我们的心 当我们聆听祢的花语 主啊 这圣经的话 要进入我们的生命 主啊 谢谢祢荣耀的同在 主啊 祢的爱充满在这个会堂里 主 让我们凡听见的 和讲的都同盟一处 如此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这登山宝序的内容呢 是关乎天国子民生活的状态 以及如何彼此的对待 这八个福呢 前面四个福讲到我们 与人 神 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而后面四个福呢 讲到人与人之间的态度 耶稣说呢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神正在呼召一群 以天国价值观生活的天国子民 首先呢 叫舍弃世界对成功的定义 取而代之的是仇神领受 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 公神的生命 耶稣在山上向门徒所说的八福 有远于世界的价值观 能使神的儿女避免 进入骄傲的网罗 能脱离世界的引用 我们现在要第一来看这八福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就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 灵灵的贫乏 不只是谦虚 而是要在灵灵到空一切 因为恩赐 能力和智慧都是来自于神 我们义无可夸 思物真说呢 要得着天国 先降悲自己 加尔文说 只有甘愿讲悲 完全依靠神怜悯的人 才是虚心 而虚心的相反 就是属灵的骄傲 我们不要以为 自己已经得着了 而是要有一种 神圣的不满足 爱主更深 耶和华说 我所看过的 就是虚心痛悔 因我话而占经的人 神在寻找 神要居住期间 因神的话而占经 虚心痛悔在神里面的 神要住在你的里面 使徒约翰写起事录的时候呢 像这个老李嘉教会说 你说我是富足 已经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 可怜 凌穷 眼下赤身的 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日以继夜的来追求 这世上的负责 可是当我们反观自己的灵命 我们是否就是像那困苦 可怜 贫穷 眼下赤身的呢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让神来医治我们 充满我们 虚心的人 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神要把天国赐给白虚心 寻求他的人 当我们先承认自己灵力贫穷 便能投靠那有不匮乏的神 愿意放弃 接受世上富足的定义 就不会被世界的价值观奴役 我们为何辛苦 为何忙 很多时候 我们是被这世界的价值观所奴役 我们对于所拥有的东西 无法感恩 我们对于得不到的东西 在那里叛喜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转归向神 为你所拥有的感恩 为你没有得到的 也向神感恩呢 天国是他们的 在马太福音25章34节说到 你们这蒙莽不赐福的 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 为你们预备的国 天国的子民 所要承受的 是神在创世以来 为我们所预备的国 你预备好要进去了吗 在18世纪 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马克里威廉 他没有学位 非常的贫穷 没有显赫的家世 14岁就在当邪将的学徒 可是呢 在这教会历史当中呢 却被称为现代宣教的运动之父 他14岁的时候 在邪将当学徒 有人跟他传福音 他信了主 但是呢 他信主之后 看到这个 因我的教会有一个现象 就是不传福音 他们说呢 上帝如果要一个人信主 上帝自然有办法 不用我们操心 可是当特里威廉信主之后 他为主大发热心 他帮不得去宣教 帮不得去传福音 有时候他向教会的牧师反应 牧师说 年轻人请你坐下 不用为上帝的事情来烦恼 但是呢 就在这当时 神的灵感动他 他后来当了这个牧师 他为神大发热心 他说呢 我要向神求大事 为神做大事 就是让神的旨意 能够成全在他的生命中 而且在圣经中的大使命呢 不是只为牧师说的 而是为人人说的 克里威廉呢 他就付出这样一个实际的行动 在1793年的时候呢 他带着全家 跟一个医生的家庭呢 就离开了英国 搭船六个月到了印度的加尔克达 他在印度呢 待了41年 在那里发生了许多的影响力 他在那里呢 把这个蒸汽机的这个技术呢 带到了这个印度 并且呢 神给克里威廉有一个语言的恩赐 他在那里翻译圣经呢 翻译了40多种的译本 并且呢 在那里为女子创设学校 也在那里呢 开设了第一间的图书馆 神使用一个没有学位 身世也不显赫的人 只是虚心的愿意在神的面前说 神啊 我愿意 神就大大的使用它 在他的一生 结束的时候 在他的墓碑上写着 我是一个可怜 贫穷 无助的小虫 有幸落在主私爱的宝贝中 是神的手 拖住了他 是神使用了他 克里威廉 他虚心的态度 领受了天国的福分 也为这世人带来了 开启了这个宣教的运动 接下来我们要看 爱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爱痛 是指着 为了灵性的失败 和实际的过犯 而感到悲伤 为了灵性的失败 和实际的过犯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当圣灵奉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畏罪痛悔 就必从神那里得着安慰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 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一首我恶熟能详的诗歌 叫做奇异恩典 他的作者是约翰牛顿 约翰牛顿的一生 非常传奇 我们从上面的几个标题 我们会觉得 这些标题怎么可能 在一个人的身上呢 他曾经是非洲奴隶船的船长 也曾经在黑奴的手下做奴隶 后来成为了被除黑奴的发起人 又成了尊尊教的牧师 他的一生 就在这个奇异恩典 这首诗歌当中 被世人所传授着 约翰牛顿 他出生的时候 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的父亲是西班牙的 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航海人员 他的母亲 一心就是要约翰牛顿 从小到长大之后 能够成为牧师 所以他的母亲日以继夜的 早晚就带着 约翰牛顿读圣经 他的母亲带着约翰牛顿一岁到七岁的时候 每天陪他赌经 祷告 可是在七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 令氏了 给约翰牛顿带来很少的打击 从此 约翰牛顿的一生 在十一岁的时候 跟着父亲到床上漂泊 在那里赶上了许多的恶行 他把母亲的教委抛住后 甚至他在钢兵的时候逃兵 被抓回去 一直到服完兵役之后呢 他退伍之后呢 就上了一个贩卖黑奴的船上 成了船长 可是在一次的一个争斗之中 他竟然成为黑奴的奴隶 黑奴叫他做打扫的工作 他就做打扫的工作 过去奴隶听他的话 现在他成了奴隶的奴隶 就在这样痛苦无安的时候 他的父亲打听到约翰牛顿的沙热 派船去把他从非洲要救出来 就在从非洲到英国的这海上期间 遇到了极大的风浪 他的性命几乎不保 就在船上的时候 他向神深深的痛悔 我是个大罪人 即使在约翰牛顿 他年老 他的记忆力快快要消退的时候 他曾说 我仍记得两件事情 一 我是个大罪人 耶稣基督是伟大的救主 我如此的护贪 亵渎神 如今我成了现在的人 都是神的大恩把我救回来 他母亲的祷告在三十年后 成就了约翰牛顿成为了废除黑奴的法器人 他穷尽一身 在那里奔跑 在那里宣讲 因为黑人曾经这个奴隶曾经跟他说 Am I not a brother and a man 难道我不是人 难道我不是你的弟兄吗 深深的扎了他的心 为罪痛悔的人 必从神得着安慰 神如今也在向我们的心说话 当我们愿意为罪痛悔 我们必从神得着安慰 神所要的祭 就是忧伤的你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 你必须情态 感谢神和等盼望的诗歌 奇异恩典 如今也发生在我们的中间 是吗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寿命 温柔是圣灵的果子之一 是重生的记号 温柔的属灵品格 可以拓展生活的疆界 温柔是圣灵的果子之一 这不是我们自己做成的 乃是因为将主权交给神 愿意降服在神的全能底下 所产生的一种生命状态 温柔的人 不会跟神安慰 你为什么这样造我 你为什么给我不公平的处境 温柔的人能够接受 神所允许的任何环境 正如大卫说 以我所遭遇的事出于你 我就漠然不已 蒙了赦罪之恩的人 是乐意了数别人的人 生命重生的人 不计算人的恶 温柔的人不轻易发怒 时时向神感恩 温柔也是一种巡抚 被神的爱所巡抚 他的性情不刚烈 他能够控制舌头 在诗篇三十四篇说到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不长寿 得祥美如 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随从不说诡诈的话 心中充满了 宏宗就说出来 当我们心中温柔谦卑 我们就能够在神和人的面前 得着福分 刘明和牧师的母亲 曾经恒切地祷告 用温柔的爱 终于唤起了迷途的浪子 悔改 刘明和牧师呢 他是陈希惠的创办人 可是在他年少轻狂的时候 曾经落入这个吸毒的王国 也喜好打斗 有一次呢 为了抢地盘 在这个黑道的老大呢 在那里斗殴 甚至被打断母头 有一天呢 有一群人呢 把这个刘明和牧师带到山上 把他打得昏迷不醒 可是呢 曹醒的这山上人的亲近呢 就赶快报警 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当温柔师睁开眼睛 看见他的眼睛呢 跪在他的床边 食之急后 在那里为他祷告 他的母亲就劝他说 儿子啊 恨不能解决事情 只有爱能弥补恨 妈妈爱你 耶稣也爱你 刘明和牧师说 如果当时 母亲打他骂他 他都觉得心里好受一点 可是母亲用这样温柔的话语 劝他 让他觉得内疚又羞愧 所以在他当下 他就有一个深深的痛悔 神的温柔记录 他的理念 后来呢 他去跟那个黑道老大 当时在山上打他的和好 知道他的处境非常的贪恋 无法养育他的女儿 刘明和牧师 甚至把他收为自己的养女 神的爱和其的大 能够在一个人的身上 一个刚毅悖力的人身上 成就那温柔的平性 后来刘明和牧师 他被神大大的使用 在二十六年间 在国内外建立了 十八所的戒毒中心 用福音戒毒救了许多人 这是他的母亲 以温柔的生命 所带出来的见证 饥渴慕役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不足 人以吃喝来为吃生存 饥渴是每个人都容易 体会的感受 基督徒的灵命 要靠吃属灵的食物才能长大 有许多基督徒信主很久 可是灵命像个孩子 主要原因就是 没有属灵的胃口 没有吃生命粮 所以灵命就长得大 这救恩可以免费得到 可是救恩的代价极大 是耶稣基督用保血所患的 我们渴望更多的认识耶稣 如今是可能要来得到耶稣 这是天国子生命的一个特征 而饥渴慕役的义呢 在圣经中有三种意思 第一个是人和神之间正确的关系 第二是讨神喜悦的义德和行为 第三帮助人从灵活中的释放 一个饥渴慕役的人 他爱慕神公益的法则 也不耽误自己的事 他也会关心这社会上公益的事 饥渴慕役的人 他必得饱足 这当中呢 有几个字 要让我们来思考 第一个是饥 这是灵灵饥饿 我们来求吃生命粮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无恶 你饿了吗 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广告 吸引你 用行动来填满自己的肚腹 可是今天 神的灵也在呼召 祂的百姓 你的灵灵饿了吗 你有饥饿感吗 我们这个饥饿感 是一旦发动之后呢 有种不满足感 吃了还想再吃 越吃灵命越健壮 越吃灵命越刚强 我们要有一个饥饿感 在属于的饥饿感当中 我们就会来寻找神 我们就会来遵行神的话 而渴呢 就是灵灵的干渴 渴望遇见神 耶稣说 信我的永远不渴 信心的行动 就是来寻找神 耶稣曾经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这妇人立刻说 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 叫我不渴 妇人立刻说 今天你听见耶稣 你是否愿意立刻的来寻找耶稣 是否这样的一个破窃感 这种饥渴感就是在你的灵面 每天喜欢 我们心中所渴望的 就是要来听见神的话 让神来引导我们今天的生活 慕就是骤变思想 可慕明白神的旨意 饥渴慕意的人 可拉的后裔 他说神啊 我的心窃目如露窃目溪水 我的心可想 就是永生神 我及时才能朝见 路常常是许多 猛兽攻击的目标 以至于呢 他常常有一点风吹草动 他就要奔跑 他跑着跑着呢 他力气用尽 他跑着跑着呢 他心中难渴 他要寻找水源 我们在这世界上 也被着许多的苦难追着跑 我们被许多的压力追赶着 我们需要有个渴慕的心 如露窃目溪水 基督徒啊 渴慕像骆驼 骆驼喝一次水 可以怎么样 撑好酒 但是我们要像露一样 天天渴慕溪水 天天来寻找这清澈的水源 神喜悦我们成了饥渴不易的心 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有位姐妹 她在这次教会办这个中备课程的时候 每一周都很早起来 到现在呢 都没有缺席 我们看到她里面的饥渴 也获得了神在她生命中的充满的改变 接下来 邀请恩赴小家的小家长 黄美琪 米歇尔姐妹 来为我们做生命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 牧师刚刚介绍我今天要分享 我这几周 参加那个早上 打高的主日学的一些 学习的新的 新的 新的 听好新的 我记得我当新主的时候 然后看到有弟兄姐妹 我会打高 可是没有人特别讲 那我就会问说 请问要怎么打高 然后他们就说 没关系 你才刚信主 久了你就会 你就看弟兄姐妹怎么祷告 那你久了你就会了 OK 那这句话就记在心里 久了我就会了 然后所以每次要祷告的时候呢 我就说 母母母 你很棒 你 你信主很久了 那你帮我们大家祷告 那这样我就可以说 我就可以不用祷告 对不对 然后就这样 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 很多年过去了 现在我还是一样 我就跟现在这样换 不能说我刚信主 因为我已经信很久了 那就要改成 母母母 你很属灵 你帮我们大家祷告好了 这样我又可以说着 我又可以不用帮大家祷告 我自己也不用祷告 对不对 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喔 所以这么久的时间喔 然后我觉得 我还是不会祷告 然后我觉得我祷告 有时候在帮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 当然你问我有没有祷告 我还是有祷告 我自己有祷告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祷告的不好 然后很敬意 直到我 被当上小家长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 我快 我已经快疯了了 我已经每天 我因为被他们选择到小家长 然后我哭了好几个礼拜 然后我又一直想 喔我真的不想要 真的不想要 拜托弟兄姊妹 你们不会换了部门 或者我们跟其他小家合并 那你知道那个压力是很大的 那一个东西是让我很多天 我没有办法睡觉 然后当然不是只有祷告这件事 因为以前我可以只要 有人有小小家长在前面 我只要邀请那喊就好了 喔好好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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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现在是要起来当头 所以那个压力真的是大到 我觉得 我每天跟我们家先生夫 我说我可不可以不要 可不可以跟牧师讲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的 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不会 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做 那当然有很多弟兄姊妹 在帮我祷告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讲说 啊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帮你祷告 我们什么什么的 你知道很多弟兄姊妹 在帮我祷告的时候 他们打包会让我一直 眼泪自己 不住的留下来 因为神通过他们的口来告诉我 他们要跟我讲的话 可是我常常也羡慕像这样的人 可是我 没有真的力行自己真的没有去做 然后也没有真的好像 真的有那个心想学习 当我要去做的时候 我就说哦我今天好累 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 叫我今天好吗 就把这件事情 就是过了就过了 所以一直以来 只要不要轮流开头祷告 我能够闪就躲起来 然后谁谁谁你可能 你来帮我大家祷告 小家人来帮我大家祷告 可是现在 已经没有这个借口了 然后 所以我就很 很着急 就是很 一直以来就很着急 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刚好他被开了 这个祷告的课 然后神很爱我 你知道 神让一个牧师来开这样的课 然后让我们有一系列的 这样子的学习 我没有因为 对 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 听到牧师开了课 我真的是心里的课 你知道那一个 那一个开心是从心里 怎么这么刚好 这么刚好 我要这个东西 他就开了课 让我来上 然后结果第一次上课 不是第一次 就是有一 就是刚好我们在换时间的时候 那一个 Suppose 应该第一天上课 我想我完蛋了 我那天他们起不来 然后我就没有来上课 就牧师居然跟我讲 那天因为 因为日光节日时间 调时间 所以那个课还没开始 所以我们有拉掉 任何一堂课 然后 对不起 我没有点停 所以 另外就是 我们要讲 当然学习 这是我学习祷告 牧师教人很多 比如说我们要怎么样打告 从要宣告主的 你要赞美主 要认识悔改 然后要帮你祈求的交给神 那这系列的奖案不是 你不用跑到外面神学院去上课 因为教会你只要招来一点点 你就可以去上课 然后 我们 可是你学习祷告 不是只说我嘴巴张开口就好 学习祷告是需要亲近神 那亲近神 然后学习祷告也是需要操量 不是说你今天你打告 嘴巴讲讲讲讲讲 可是你里面没有泪 那怎么样亲近神 亲近神就是 你要真的要花时间读圣经 真的要花时间读经 你才能够知道神要跟你讲什么 那你才可以帮 怎么样去帮 你自己的弟兄姐妹 怎么样帮他们打告 那我们小家从去年开始 我们完成一年读经计划 然后今年是外相第二个 我们每天一天这么读三章 三章不是很多 今天你如果真的很忙辣掉 你一定还是可以pick up 然后在这里鼓励大家 如果你想要跟我们一起读到 因为一个人读 我们以前经常一个人读 读到一半就没了 读到几个章 几个书卷就没了 那如果大家一起读的话 很容易鼓励 几个书卷 大家彼此鼓励 然后就可以把圣经 一年很快就过去 你看我们现在是四月了 我们今天读到 上护的迹象 第十章到第十二章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讲 早上可以send 就是今天读经的经读给你 然后另外还要跟大家 因为牧师的课还有三堂课 那这三堂课呢 你前面没参加没关系 牧师有讲义 后面的三节请你不要缺席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像跟我一样的话 我当然我还在学习 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来学习 这个跑道怎么样可以跑道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是 早上八点半教会没什么人 你可以选你自己要的parking spot 你可以选你 那以后就变成你的固定停车位 就像牧师一样 牧师有牌 你没有牌 可是那个就是你的停车位 然后另外要讲一个 另外要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叫一个比喻就是说 我们如今祷告亲近神 就好比我们去参加旅游 你可以到此一游 耶 你也可以深度旅游 那深度旅游是要花时间的 深度旅游是要你花时间 去每一个地方好好细细的看你 才有办法深度旅游 好吧 那就这样跟大家分享 谢谢 感谢神的恩典 这样的恩典呢 是为爱玲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所预备 那我也是最近知道呢 我们是还剩两堂课 因为下周是复活节 早上暂停一次 所以在接下来 下下周 五月五号呢 还有祷告的部分 在早上八点四十分 但愿神把这样一个可恶的心 放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心中 我们看见比秀尔生命的改变 看见他承担一个小家小家长的责任 神也把那个恩赐赏赐给他 接下来我们要来继续看这八谷当中 我们刚刚前面四个谷讲到 人与神之间的态度 我们来复习一下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大家还记得吗 即可沐浴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足 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的人可以得着神活的疆界 他接受神所兴起的环境 也能够把这生命的影响力传给别人 接下来我们要看四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怜悯是来自一种同情的感觉 表现在慈悲的行为上 是天国子民的特性 与天父的性情有份 怜悯可以除去冷漠和自我中心 有怜悯心的人呢 他是一个情感丰富 能体会他的处境 虽然有时会牺牲自己的权益 连续人可以猜除人与人之间 这些心的距离化解孤独感 《四谷律书》当中呢 多处的记载耶稣基督动了慈心 这动了慈心呢就是怜悯 例如在耶利哥的两个瞎子呢 都动了慈心 对这个长大麻疯的人呢 动了慈心 看见南尘的寡妇丧子之痛 所流的眼泪也动了慈心 在荒野面对众人 仿佛一群养没有牧人一般也动了慈心 我记得我长子啊 我长子现在已经读大学在旧金山 我记得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当时他生活是在台东 有一天呢我开车是接他放学的时候 我们正要离开 就发现门口还有一个弱小的孩子在门口等待 可是我们看见学校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所以就担心他的安全 就停下来就问他说呢 今天有没有人会来接你啊 我儿子呢就说呢 这个孩子呢是他的同班同学 后来呢我就想说 是不是我们陪他一下等家长来 没想到他的回答就让我吓一跳 他说呢 我的妈妈呢 每天工作要十一点才会回家 晚上十一点才会下班 所以呢我不知道今天呢 妈妈找谁来接我 如果没有人来接呢 我就自己走路回去 我一听就说 那请问你家离这里多远呢 你走路要多久呢 他跟我说要一个半小时 哇 哇 当时我的心呢 就很舍不得 我就说呢 我的手机 借你打电话给妈妈 好 问妈妈说 今天有没有人来接你 如果没有人来接你 阿姨可以送你回家 后来呢 这个电话接她呢 我就打通了 打通的时候 原来她妈妈呢 是因为遇到月底 要盘点商品 就太忙了 她就忘记了 忘记安排人来接她 哇 今天我就接过手机 我就自我介绍 我就说 我是她同班同学的家长 也是班上的义工妈妈 我是某某某 我说你是否同意 我送你的儿子回家 那她的母亲呢 电话那一端 就像那哽咽又感动的声音 那你知道呢 走路回家的路 跟开车的路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孩子 在带路的时候 他只认得走路回家的路 所以我那时候 十几年前 我也没有GPS 经过了几番的折腾 经过了一些相间的小路 我终于平安的送她回家 那回家的路程中呢 跟她聊 才知道说 原来她的父亲 到了外地去工作 然后她和母亲一起住 然后还有一个年幼的妹妹呢 送到外公家 后来有一个时间呢 我跟她的母亲相约见面 我就跟她母亲说 以后呢 她的孩子放学呢 可以来我家写功课 那写完呢 我再送她孩子回家 那如此呢 她的孩子就不用回家之后呢 孤单一人 那这也是在台东 当时官款协会 发起的一个起头 那我向这个孩子传福音 她高中的时候呢 就成为基督徒 我的心特别的高兴 当我的孩子渐渐长大 他们要到外地读书 甚至到国外读书 神也兴起很多 有怜悯心的人 来连续我的孩子 煮饭给他们吃 带他们出去玩 欢心他们 为他们祷告 所以我真是经历到 连续人的必不连续 神的爱无准在 我们只要脱离自我中心 神把这个天国的福分 赐给凡愿意遵行的人 接下来我们要看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是心理纯洁 内在的纯洁 思想动机想象方面的清洁 至道德上的善洁和诚实 特别直到心中 没有诡价为人证实 清心的人们 心无旱目 对属灵的事 岂有独钟 不被世界虚明烂的 灯光迷惑 也不在乎 从人来的称赞 一心盼望 见到神的荣耀 基督徒要学向耶稣 偶尔离开草壤的人 寻单独静静神 不要受外界吵杂声音的干扰 不被环绕的思绪阻扰 听圣灵微小的声音 如此能够明白神的心意 现在教会 每天早上六点到八点的晨堂 就是让我们能够清心 来寻求神的心意 这世界有许许多多的声音 有的是迷惑我们的眼 有的时候是抽色在我们的耳中 有许多的心思意念 积极的要来 罔罗住我们这个人 所以常常心思成为战场 只有清晰的人 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那我们在这一段 也是在禁食四十天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境界了许多干扰我们 不能来亲近神的事物 有的是花过多的时间看面试 有的是无法断绝 许多吵杂的众音乐 有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跟人去那里 喝咖啡聊是非的习惯 这些都无法受我们清心 一个守洁心情的人 可以明白神的旨意 这样的恩典 让我们都愿意来得到 我们接下来看使人和睦跟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成为神的儿子 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耶稣基督在十架上 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和平 所以我们勿要追求和睦的事 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你们要与众人和睦 要追求圣洁 被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情 当时他们以为 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 没想到拖了十四年 所以当时爆发的时候 在1914年的7月28号 有许多的士兵 他们认为 今年圣诞节之前 这个仗就结束 我们就可以回家过圣诞节了 可是呢 这个战争持续不断 所以在战场上呢 有一年平安夜的时候 这个德国的士兵呢 他们首先在这个战壕当中呢 用了一些树枝做了圣诞树 上面放了一些装饰品 在平安夜的时候呢 这个德语唱出来的平安夜呢 原来啊 这个德军呢 在那个战争当中呢 他们在过平安夜 不久之后呢 这个英国的士兵呢 就用英文的唱出平安夜 所以在那个晚上呢 他们竟然自动的休战 而这样的事情呢 不只发生在一个地区 竟然在几个不同的地区 也发生同样的事情 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当然那个战争 可惜的是 他们那个上层 他们看中这个战争的结果 胜于生命的价值 所以他们日后 又打完仗 四年才结束 可是这样的一个短暂和平 已经使人立向深刻 但愿我们领受基督救恩的人 也能够成就 人与人真正的和平 就是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世人 我们要看第八个五 为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因信耶稣遭遇逼迫 竟然也是蒙福的途径 可以想象吗 真正的福气呢 是在试炼中 与主的关系特别亲密 因此得着喜乐 凡励志在基督耶稣领境前度日的 也都要受逼迫 但是我们要来思想 不是每一个逼迫 都是为义受逼迫 在这个经文当中 要符合三个条件 才是蒙福的逼迫 第一个是为义受逼迫 不是因为自己的顽固 或者是缺乏智慧 而受到逼迫 第二个呢 这个是遭遇到错误的毁谤 不是因为罪有应得 而招致的辱骂 第三个为主耶稣的缘故 是因为忠于呼召 而引起别人的迫害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 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领藏在你们身上 为什么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会遇到逼迫呢 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光 在福音没有到的地方 黑暗有照 真光一来 人觉得刺眼就会抵挡 所以基督徒口中说出真理的时候 你周围的属灵环境跟空气都会改变 那时候呢 有些人他就会觉得 你这个基督徒你搞什么圣洁啊 他就会嘲笑你 阻挡你 甚至你传福音给他就会嘲笑你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不要以福音为耻 福音本是神的大脑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神正在呼召一群 认同天国价值观属神的子民 也就是坐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 当我们为力受苦 这是有福的 不要怕人的威乐也不要惊慌 只要心里尊主为圣 上帝的旨意若是叫我们因着行善受苦 总比我们因行恶受苦来得好 为侍奉基督来受苦 有的会受到讥笑 有的离开 亲爱的家人 有的变卖财产 有的呢 受到牢狱之灾 有的承受身体的疾病 有的被捕 甚至呢 为福音的缘故 做出高贵的牺牲 这在神的眼中 是有价值 为义受逼迫得有福 在中华福音神学院呢 有校训 他这样说的 他说吃得苦挨得穷 受得弃作得功 做主的门徒 不要怕吃苦 要有吃苦的心智 有吃苦的心智 不一定会吃苦 但是如果你没有吃苦的心智 你就会在主的征战中退步 做主门徒不怕吃苦 受苦呢 并不是基督徒的目标 目标是使人要得到福音的好处 宣教士将自己的性命 置之于不顾 享受在这个与神同在的喜乐之中 神也在寻找愿意为主献上的人 直到如今 在青年使命团的这个创办人 他几乎到过世界上的每个国家传福音 在这里他仍然在呼吁 天国的子民 脱离世界价值观的如意 回转灰向神 能够成为永福的人 最后以这一个影片 大家来分享 请关灯一下 不是他们的名称 所以神 Anderen 神祷看他们的中文 神祷看 神祷看 神祿北方 I need someone ready to sow the seed to plow the ground water the seed and reap the harvest which is ripe someone to go and train to multiply the crops and to answer the call and pay the price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is a radical servant of all taking the lowliest job washing the feet of the poor caring for the sick and cleaning their wounds I need someone to visit the prisoner care for the widow and the orphan to sit in the dust with a child and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loved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he needed someon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blind eyes could see and lame feet could walk and that the dead could live again someone who would pray long hours and intercede through the night with wordless groans of petition so that one soul might be saved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honest and brave full of grace mercy and compassion free from fear and passivity walking in true identity someone burning with love and girded with truth someone who radiantly reflex God's glory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would say yes before they were asked someone who would go to distant islands barren deserts inner cities closed nations next door neighbors and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unreached who would hike who would hike any mountain and endure any obstacle because how will they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ever heard how will they hear unless someone preaches and how will they p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so God made the missionary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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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宣教士 不論是在職場的宣教士 在社區的宣教士 神都要使用你來為主發光 天國的八戶 是要賜給屬神的子民 在這天國的八戶當中 我們要來承認你你的貧窮 自高的比價為悲 自卑的必升為高 我們要願意為罪來痛悔 如此就能夠脫離驕傲的網絡 能夠斷開與世界價值觀的結合 我們要願意溫柔的來順服神 脫離敗壞的老我 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人 我們也要飢渴墨逸來讀照耶穌 使我們領領剛強 除去一切的謊言流信 以耶穌基督的行為性來連續人 能夠拒絕冷漠 除去自我衷心和遠離孤獨 首節心情內已誠實 如此和神心意 除去一切的假冒和自以為意 我們也要效法基督 與人和睦 恢復與神和好的關係 將人帶到耶穌的面前 我們也甘心受苦 做主功不發怨言 真正做主的門徒 一生忠心愛主道理 一個承受天國福分的人 會產生出一種天國的文化影響周圍 人們會發現你和別人不同 會有一種屬靈的氣質 在你的身上吸引人 來到耶穌的面前 這樣的基督徒 就能夠為主做光做眼 當年耶穌看見許多人 就上了山 門徒到他跟前來 今天同樣的 神也在呼召你成為天國的子民 也呼召你跟門徒一樣 跟隨他得著這登山寶序的八福 但願你今天就成為有福的人 我們一同來打道 慈愛的天父 謝謝你奇妙的恩典 今天臨在我們的中間 打開我們的耳 打開我們的眼 主要讓我們的心都來歸向你 我們能夠來領受這天國的福分 成為天國的子民 享受你為我們預備在創世以前 要給我們進入的國 我要謝謝你 繼續的來恩待我們 讓真理在我們的生命中砸根 使我們成為你所喜悅的人 如此感恩祷告奉耶穌基督的聖名 Amen